香港南华早报7月14日文章原题 华盛顿请不要插手香港即将离任的美国驻港总领事史默克表示 北京应该让香港成为香港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想要制裁香港中级地方官员 是的他们说的是香港一座中国城市 美国官员没完没了的对这座城市和北京说三道四 正在成为一个令人恶心的玩笑 美国向来是一个干涉其他主权国家的国家 其恶行包括从直接入侵和占领到发动政变 实施暗杀绑架和酷刑 再到实施导致数十万儿童死亡的经济制裁 甚至是摧毁整个国家的经济 本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承认 曾策划针对外国政府的政变 美国总是声称这么做是为了当地民众的利益 但到头来却以伤害他们而告终 美国真的关心香港极其自由和福祉吗 这当然是美国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先是利用当地不稳定和内部问题来进行干涉 然后将人权和自由当作杀手锏 来获取对他国的影响力 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标准操作流程 当然华盛顿总能找到一些可以利用的当地白痴 来抱怨他们自己的社会 并为美国的干涉提供借口 甚至直接邀请美国介入 最新的白痴就包括几个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的人 其中的赛亮尔比克特曾在香港某大银行工作 但在2019年因袭警而被短暂监禁 在美国他这么做会被警察开枪大刺 但不知何故他反而认为香港警察更不好 世界上许多成功的民主国家 但没有任何一个总在寻求杀死国外的怪物 因为如果这么做他自己就会变成怪物 在很长时期内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力法案仍将是对自由和民主的理想表达 但过于糟糕的是如今劫匪迅们的后代正在撕裂他们继承的共和国 并以自由的名义向全世界赎出军国主义和霸权破坏 美国的现状更像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或理性的狡诈 即当理念或理想被推向极端时就会变成它的对立面 如今的美国正似食其果